立委把矛头指向马总统 选前洞长选后韩长骗选票 针对选罢法要修骗票条款 在5月15号之前 如果敢去真正去涨电价修正 所谓一年不得罢免 这个规定对连任的去任总统不适用之 台联这个提案怎么越听越觉得似曾相似啊 看看一个礼拜前民进党立委林家隆 陈廷飞陈欧珀一起开的这场记者会 以修法罢免省影总统为主题 和台联的提案精神大同小异 民进党也在内部充分讨论之后 由各别委员提出这个所谓的选举罢免法 我们尊重别的党团的提案 但是我们也不用像别的党团一样敲锣打鼓 要提什么案 基本上我们从所有的很多案 包括优先法案我们都老早就在准备 范绿有志一同 先后提案修改选罢法 拿掉连任者就职未满一年 不得提罢免 表达对马政府施政带头涨价的不满 不过从中也秀得出 大绿小绿抢攻议题主导权 过招的烟宵味 不管民进党和台联 是不是全民党 他们中间的想法是什么样 大概跟民间想法有一致 如果再重选 这个总统不可能会有点点 我们看一下 你那些批码 你对白是不能用骗的嘛 酸调料有点酸调不知民间疾苦 你听说 如果蒋经国人对账价是很严格 对账价公共事业的费率 蒋经国对调账公共事业的费率是很严格的 对付老百姓不能用骗的方式 这样不好啦 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马一斗真的用骗的啦 因为选前一年多那就动涨 选后跟你说不涨不行 这就是骗嘛 在骗票嘛 但是大家讲说 那这一次要表现给他看 520要去散步 去去总统府散步 那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 我看到一幕景象啦 在那个基隆河那边 在民生社区那边的基隆河 有大批的镇报车集结啦 要很多警车啦 他们已经开始在集训了啦 那我看我就说非常方唐非常方妙 那镇报车都很贵的 都是用我们缴税的钱买的 那油钱都很贵 然后这个政府在干什么事 花我们9岁的钱去买那镇报车 来对付我们 这个政府把人民当敌人 这大家还可以忍受的下去吗 之前还扩大 扩大区域 不准人民在520前后四天进去 我可以叫任联总统 虽然说一国两岁 所以有人说他股定 我说他不是股定 他是荒庭啦 他现在要把总统做得像在做荒庭 一生年下说要去就要去 不然怎样怎样 今天又说什么 今天又说油电双掌 要去 这是研之成理的经济学 一般要是听着没有啦 所以我们说得比较感性的啦 诶 这一个经济学 你抹我们不抹 洪教授不抹 我们这所有人都不抹 过去四年嘛 阿嬷总统就抹 这个是很 简单的一种当皇帝的心态 这种傲慢的心态嘛 对不对 他讲的就对 我们讲的就不对 一位的蠻干代干亏 你怎么讲他就是不改 所以像碰到这种状况 从1月到现在 马总统的民调 现在准18%啦 是 六百八十九万票 按照新国策智库所做的民调 一般的人现在不要帮他 所以 这一次520 你假如没有真的说 过去投给马云九这些人 跟反对马云九这些人 大家都会站出来 说让马云九听 你这个总统就把你做到那里方庭 对不对 你再下去 未来四年 他敢不再听人民的声音 我看你政报部队你要干什么 李敦卉说马云九像做皇帝一样 我觉得他比做皇帝还爽 他在追求历史定位 历史定位 我们讲 古时候有什么 文景之治 什么征官之治 是后人认为他做得很好 百姓过得很愉快 日子过得很好 所以才有这些历史的定位 比如说我自己 说我有什么历史定位 他是嚣张之治 对对 以前的皇帝对老百姓是很关心 他很怕老百姓 老百姓做不好 老百姓会造反的 现在他比老百姓还爽 因为他最少一年内他不会罢免 而且立法院已经都是他的国民党的人 所以他也不会被罢免 在这种情况下 唯所欲言 他像做皇帝 我觉得他比做皇帝爽多了 以前的皇帝 天文地理不好的时候 他就开始很紧张 去泰山 拜拜说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老天要惩罚我 下招罪集一下 下招罪集一下 他不会下招罪集 那种人家的事情 就是你们的事情 外面下招罪集 这个情况 比做皇帝 皇帝没那么爽的啦 下招训你 立法兄 他最主要 这次是傲慢的态度 你知道吗 我跟各位说 他在博人政政 这台那台那台 那台一大堆 全台湾 所有人都台 只有财团有钱的没有杀到 我想不客气 连军工才先给你去3% 对不起 公保60万 他又要去1个月 100多块的保费 问题就在这里 他说 他又要继续改革 我跟各位讲 他做这么多事情 他的那种傲慢的态度 他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有一天 他说外出以前 这次降落印度 有一天 他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 我不会讶异 我跟各位讲 我真的不会讶异 因為你已经在北大住下来 我跟各位讲 真的可能在未来4年之内 他说还要改革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改革什么东西 会不会是两岸啊 我们最怕的两岸 他会不会是这种东西 还有蒋经国说 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 蒋经国后面说 现在欠你们的 以后补回来 有没有 他有没有 蒋经国说现在欠你们的 以后补回来 有没有 所以520 大家都要站出来 全部站出来 只要对马英九不满 不管是一国两军 不管是油电松掌 不管是高房价 不管是瘦肉精 情流感 第一 全部都站出来 让他在铁丝网 跟震报部队的保护之下 就任 让他知道人民的愤怒 台湾人 你怎能不生气 今天主席没说 马英九要把台湾人民的经济 搞到 搞不到 跟中国差不多的时候 接受统一 这个心理 就比较容易完成 这是有可能 这是有可能 因为如果台湾经济发展得非常好 台湾民主国很好 那谁愿意在这种情况下 跟对岸统一 那如果说你经济搞得很烂 很烂 那大家会觉得说 对岸经济还不错 再差不过如此 不是喔 对岸还比我们优好 那对那边就会有憧憬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真的是 不应该真的是要命 是 今天更先许多 明天晚上同一天再会 多谢